现在我们已经用实际的行动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破到10秒 我们国内有我还有谢建业都可以破10秒 然后日本的国家也有3到4个运动员破10秒 还有其他的一些亚洲的小国都可以破10秒 其实我们已经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我觉得就按照这几年来看 其实我们中国田径短跑在发展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其实路子是对了 因为从2013年到现在中国的短跑 是在智的飞跃 不是不能说进步 是在智的飞跃 从2013年的10秒到现在的9秒83的横跨是非常大的 可能大家觉得10秒跟9秒83就像下0.17秒 但是这当中付出了多少的汗水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思路是对的 我觉得只要坚持下去加入一些新的理念 我觉得肯定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还可以继续突破 我们学会了怎么科学训练 在科学的领域 让我们在这个训练当中 更好地利用了自己原有的天赋 结合科技 让我们在这个百米上面跑得更快了 我觉得这么说会更合理一些 我希望冬奥会在我们国家举行能够圆满的成功 希望我们国家的冬奥运动员 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为我们国家争光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